Hello, 歡迎大家來到第二節安裝的視頻介紹 剛才我們安裝了LPS, 安裝了底板 現在就到整個機箱的其他部分 首先我們要安裝背板 這個就是面板和背板 這個就是背板部分 視乎大家的需要 其實有些部分是不需要的 譬如這個是安裝的Expansion 標準的D-type Expansion 如果大家不需要用到平行輸出 或者其他功能的話 其實這個可以不需要安裝 這兩個是RCA 然後這個就是電源的輸入 我們可以在package裡面 找到RCA的插頭 這邊是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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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 然後呢 back panel有些螺絲是可以用的 找到兩個 如果大家沒有其他用途的話 可以只能安裝這個 空白的面板 倒出來 好了 來一下 如果大家可以用到 和這個 鎖上 先用鎖子 兩個 鎖子 其實 為什麼 來一下 我看一下 嗯,這個弄得得早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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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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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黃綠色可以不用插住 背板就完成了一部份 然後把背板連接在一起 這就是圓角的連接件 把背板塗在一起 先用一粒 中間有一個 M4 的 Spacer 先用一個 把背板塗在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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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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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